7位树果收的 开完我再让它翻个背 几百万收了个大宝贝 好神奇 10公斤就这么块石头 看得懂吗 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操美不美 牛不牛逼 屌不屌 正了八经的天空栏 先给你们介绍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它开窗了 为什么我还收呢 开窗的人以为把价值开到最大化了 他不敢开了 这就是水平的问题了 它的水平只能让他赚到这个钱 但是这个料子到了我手里边 我会把它全扒开 首先看皮革 长总的墨西山 你们都整天说包姜皮 包姜皮包姜皮的 来给你们看什么叫包姜皮 这叫包姜皮 真正的包姜的感觉 你看这个胶感 胶块大果冻 对不对 这样自然光呢 你可能看的是黑的 但是它不灰 灰不是这个样的 它是黑的 为什么呀 它肉太厚了 像这种天空栏的料子 10公斤这么大块头 很多料子呢 只是上面一层 对吧 但这个料子它是全熟的 而且天空栏非常纯 而且非常匀 有的天空栏的料子呢 可能是某个水路的部分 它栏度比较够 但是其他部分总会弱 而且蓝度不够 不均匀 这个料子 第一蓝的很纯正 是真正的天空栏 这种蓝度很少见的 第二大胶块 第三蓝度非常匀 第四 我把它全搬了的话 你们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了 它整个全熟 而且蓝度没有变化 七位数我收的 开完我再让它翻个背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水平 什么叫简陋 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牛逼 就这么贱 现在开干 走走走走 开心 这玩意 大花 哎呀 哇靠 这个开头 我心灯 它太扭了 必须的 想低调 实力不允许 知道吧 今天晚上开完了 明天晚上我请客 公司出钱 好好好 你请客公司出钱 那我请客不就是公司出钱吗 凭我把它扳开 把它的美展现出来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空栏 真的这种料子千年难以遇 太蓝了 太牛逼了 操 我 操我没法弄了 黑黑黑黑黑黑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这个东西开完了 看着怎么样呢 看表情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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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能看出什么呢 给你们看一下自然光 我现在拉大窗 已经拉出来了 两条手镯随便取 一条手镯随便取 这一面 手镯三条随便取 好了 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料子啊 当时我入手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小小的窗 小小的窗之后呢 因为经验的问题 它不敢再开了 它怕承担更多的风险 行底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就是好的翡翠富三家 为什么叫好的翡翠富三家呢 每个人的经验不同 它只能赚到相对应 它经验的那一部分钱 因为它开到这个样子 它又不敢开了 它怕它赌款 但是我的经验呢 我一看这个东西 我知道它是满肉全熟 而且天空栏的纯度是非常高 而且是非常均匀的 那好了 我以非常合适的价格入手之后 我就去捡这个漏了 捡这个漏 到手之后立马开干 现在把它整个手都被破出来 破出来之后呢 我今天还要再开把它拉出来 这边我把它拉出来干什么呢 我看这边肉有没有变种 纯度有没有变 看到没有 肉没有变种 纯度也是没有变的 非常非常的蓝 胶块胶感特别的好 然后呢 我又把这个面拉出来 可以看一下 这个面纯度非常的好 也没有变种 而且呢 蓝的非常均匀 再看这个面 我这打了个洞 没有变种 纯度也是非常的好 蓝味也非常的强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啊 那好了 你看我拉开的这个面 拉的这么大 我电筒都不用放上去的 美不美啊 美不美 这是真正的天空蓝哈 底子非常的清澈 胶感十足 非常的纯 这样一个无视牌的话 都要中六位数的 一条手朵 你们自个随便打架去 这个料子呢 有十公斤 十公斤你这样打架 十公斤你去上一公斤的皮 它有九公斤的肉 九公斤的肉 现在白冰的价格 大概是三十万一公斤 那天空蓝有多少钱一公斤的 你们评论去打一下架 看看这个料子能打到多少钱 好了 就给你们介绍到这儿啊 完了之后呢 飞驰出品 必定精品 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 就是这么牛逼 爱你们